大家好,歡迎回到Bradian 啾啾的頻道 開箱完週季酒店跟Wara餐廳後 我們這一集要介紹的是市區的經典、美食 以及最後一天的住宿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下去吧 第一站來到了是鼎鼎大名的古山渡輪 好幾年前來搭渡輪的時候就是從這個地方進去的 現在行人的路口換到了萊爾夫旁邊 要穿越一個小小的隧道才能去搭船 跟以前的路口比起來 這邊的大廳寬廣名量許多 排隊的動線也比較好 如果沒有電子票證的話也可以用現金買票 說完悠遊卡裡面有一個小小的休息區 穿過這扇門再走一小段路 就是登船的地方了 這樣的好處大概就是人車分離 對於行人來說也比較安全了一些 上船後經過大概5分鐘我們就到起金了 出口的地方也是有一個通道 只有行人可以通過 摩托車的話則是要走另一條 我們大概下午一兩點左右到起金 應該是我們太早來的關係 再加上天氣很熱 起金老街上逛街的人潮並沒有很多 路上也蠻多店家都還沒有開始營業 高雄的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走了差不多5分鐘 我們就找了一家冰店進去吃冰了 這家是在高雄還蠻常見的大碗工 冰的選擇還蠻多的 店裡面的空間很大 位置也有很多 我們點的是一碗水果冰 裡面有西瓜 火龍果 芒果等等的水果 還有兩球冰淇淋 這樣大概才100多塊 CP值算是蠻高的 吃完冰再往裡面走一點 可以看到很多家在賣烤魷魚啊 雞肉串、蔥桌餅之類的店 可以買一些自己喜歡的食物 到旁邊的涼亭 一邊吃一邊看海 這次我們還有去吃的另外一家冰店 是高雄婆婆冰 這家店是在捷運沿塞浦站附近 尼伯二也很近 冰的選擇也蠻多的 我們點的是芒果雪花冰 上面還有兩球冰淇淋 這樣大概才100多塊而已 厚德福從捷運深度昌泉站或是中央公圍站走過來 差不多都15分鐘左右 我們差不多晚上6點多過來 外面就排得滿滿都是人 等了差不多半小時左右才入座 這邊的紅茶跟豆漿是免費的 我們拿了兩樣小菜 點了一份紅油炒手 紅油炒手可以選擇不辣的 另外還點了一份鮮黃糖包跟甜烙餅 用不常吃的 成果乾的香料 然後再吃了一份鮮蝦 鹽腌肉 豆花肉 加個那樣 1萬7百分 香葉 蟹蜜肉 而且蟹蜜肉 好火 麵麵 這間泰原泰式料理,以前的名字叫帕泰 從捷運三多商宣傳走過來差不多10分鐘左右 它也是高雄的米其林餐廳之一 一樓牆面採用一個藍色為主的色調 也有一些戶外的座位區 室內的座位是在二樓 要從旁邊這個小門走過一個狹長樓梯 接著會看到一個太遠的招牌 推開門就是室內的座位區了 二樓的空間還算蠻大的 旁邊這邊是點餐的櫃台 這邊只能用現金結帳 算是有點小小的不方便 菜單雖然只有一張紙 不過基本的泰式料理都有在上面 我們點了一杯泰式奶茶 一份瀑布炒牛肉 酸辣炸雞 還有泰式料理必吃的海鮮炒河粉 在網站後 開門吃的海鮮炒河粉 如果要吃的海鮮炒的海鮮炒河粉 會不會用到海鮮炒河粉 還可以說你會不會用它 但是呢 要吃的海鮮炒河粉 可以吃的海鮮炒河粉 然後呢 然後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去逍遙人的话可以搭接运到新一国小站 从1号出口出来右转 走路大概5分钟的时间 对面这个地方就是逍遙人了 在2010年的时候被文化部登陆为历史建筑 经过整修之后在2020年开放参观 逍遥园的占地并没有很大 建筑的前面跟后面都有草皮的庭园 入口的地方看起来是有人在管制 不过参观逍遥园是不用门票的哦 路园的左手边有一个荷花池 有很多人都会在这边照相 前面这边就是逍遥园的主建筑 逍遥园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院师派 第22代门主大古光瑞的碧寒别墅 这通建筑有两层楼高 一楼的地方有像是食堂、防空洞等等的地方 像是这个大食堂的空间 目前是用来介绍逍遥人的历史 以及展示一些古人曾经用过的物品 旁边还有个小小空间在卖纪念品 有手提带、一卡通、拖鞋之类的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逛逛哦 接着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吧 进到二楼的空间是要拖鞋的 二楼走的是一个日式的风格 一上楼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厅 中间有个大大深咖啡色的桌子 再往里面走有一些书柜 摆了几本书当作装饰 旁边也有介绍逍遥人的一些资料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啰 屋方的地方还有个区域是在介绍逍遥人的十大建筑特色 从捷运站走过来逛完夾拍照 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算是蛮方便的一个市区景点 要去柏欧的话可以搭轻轨过去 路上会经过这一座有名的大港桥 这座桥在下午3点会进行开合秀 3分钟内会完成水平旋转 下车后走一段路就会到战恶库 附近有观光小火车旋转木马可以搭乘 也有一些店可以进去逛逛 SKM Park就在捷运草牙道旁边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太晚来的关系 逛街的人潮并没有很多 里面的品牌还蛮多的 想要买包包、鞋子、衣服 或是吃东西里面也都有 旁边还有旋转木马跟摩天轮 之前白天来的时候 路上还有小火车 感觉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住宿 安平酒店 这家酒店位置还蛮方便的 从捷运沿城普站走过来 大概才5分钟左右 一楼的地方用了一些玻璃 蓝绿色的灯光做装饰 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瀑布造景 我们住的是两小床的房心 床尾巾跟枕头都是涂黄色的 整体的配色跟装潢显得比较老气 电视的话是用Sony的 大小看起来应该有三四尺寸左右 桌上有一些接孔可以连接网路以及HDMI 对于商务客来说应该是蛮实用的 插座的部分不是万国插头 就有点小可惜 旁边这支电话看起来还蛮有年纪的 旁边的角落有两张沙发 以及一张小圆桌 窗户打开看出去就是旁边的大楼 跟附近的街道 没有什么景色可言 mini bar的桌上有附两瓶白蓝式的鸡精 下面的柜子打开来有两片小饼干 以及一些餐具 附的茶包应该是自由品牌的茶包 下面的冰箱打开来里面都是空的 预测空间还蛮大的 整理的算是干净 浴室的部分没有浴缸 看起来墙面应该是刚整理过不久 贴上了一些满一般的壁纸 洗法筋跟木鱼也是这种固定式的 品牌的话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马桶的话看起来有免制马桶 还不错 新手头旁边有附上一瓶身体乳以及吸收乳 巨头下方有摆放浴巾 下面的抽屉打开来有牙刷、牙膏、刮虎刀之类的备品 吹风机的话是TASCOM的 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有HAPPY HOUR 有提供免费的啤酒、茶饮以及饼干 如果晚上逛街逛累了 也可以在这边吃吃饼干喝喝啤酒啰 早餐的话也是一般般 有一些热狗、炒青菜、青粥跟一些小菜 这家饭店就在华达南塔创石店的附近 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走过来朝圣一下啰 我们的高雄之旅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